主要的看见还是在于 这个全比赛赛场 这种身体的状态也都活动开了 所以我觉得从城市街里边 还是不要保守 今年战绩也不是很稳定 所以我们第四场 这场这个 周遇这种回球 会对对手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第四场 好 这棋子已经很好了 尤其刘宁座 打完球之后 直到这个位置绕不过去了 马上一个大踏 居然这个乒乓球球有练过大踏 应该没有吧 没有 但是你看 但是乒乓球对于这个 你的韧带要求也是很高的 所以它的步伐频率非常快 也就是说你这个韧带好的话 你可以在瞬间 动作做得更灵敏一些 打完球之后 我看了很多带放下了 前面 前面 黑球又是没有过往 这方是再得一分 前面 加油 前面这边还是太球稳了 有些球该加质量的时候还是要上去 找到这时候又到中局了 虽然看起来我们领先2分 但是其实内心还是非常摇得非常紧的 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自己 要给自己告诉自己 自信心一定要有信心 出手一定要有果断 就是两个样 就是接拔球和文杰 我觉得突然的一瞬间成定是想加力 还是想突然轻轻摸 龙队站起来也是给小队员们 一些信心上的鼓励 对 我说 对 那这个球就影响起来很融合 现在加准备 我一下子就把力量发死了 很关键的这个发球轮 把握住 对 最少的发球没有过往 这局一直在柳江 这轮发球方式有一些优势 一直从上一轮周凯接成一期的发球 去处理的不是很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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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打在拍子的上蓝上 出速太快了 好的 哦 这个球没有打上 对 差点了 差点了 差点了出界了 前进 前进 第一分拿的也是更不容易 哇 看起来这个大力 前进 加油 这方呢 是连续的挽救局点 加油 加油 ブック 加油 不到了至关重要的决胜局 七分之的决胜局 看看今天两个人反悔的怎么样 运气球也能改变心态 没错 尤其是强气的赛制 这个还是承静齐的突然一发力 但是终于把这球给打了回来 反倒是刘迦碩在截的时候没准备好 对 在三分之前我觉得还是咬住逼分 然后我觉得换过来场地 又会换第二局的发球轮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一定优势 就是要尽量地减少自身的失误 全心 加油 打到这个局分的时候我就观察到 冬队还是很习惯性的 到了这个比较宽敞的地方去活动活动 对 好 这是天津的流分 一比四 你看这个就是其实只是一分的变化 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如果咱们能让人咬到二平了 三比二领先或者三比二落后去换场地的话 可能周凯这名小将就不会这么果断地去接这个发球了 但是三比一对方领先 人家这个球处理就很果断 其实上一局比赛人的远远 因为球队发球往周凯这边不太适应 所以左手上的球取得了第二局比赛人的远远 其实这局幻想力最往的发球 其实我觉得是他们优势的一个环节 可是一个球都没有把握住 非常可惜 没关系 再来 接打 决胜局打得不好 输得还是太快了 一下1比0领先一个擦网球 对方是连续的得到了7分 这太可惜了 决胜局配对方是连得7分 1比7 输给了对神经需要的话 在前三局的前三场比较两个当中 天津队是目前主场1比2落后